潘兆聰 恐怖在戰 家樂 你好 你好 現在數一下你做多少行 很多 大約呢 大約七八行都有 包括什麼 廚房也有 保安也有 銷售士 倒垃圾 還有呢 還有 我自己也不記得了 不要緊 總之在很多行業之中 都有這些靈異經歷 甚至於小時候 因為你住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 我爺爺住的地方 在哪裡 池雲山 池雲山 池雲山是什麼靈異事件 池雲山其實 都是從小時候遇到的 舊屋邨也多 好 你說一下 當時已經發生了些事 對 從小時候已經發生了些事 以前舊屋邨那些 田立式那些 慈雲山舊屋那邊 小時候玩 捉衣欣 幾個堂兄弟 試過遊走廊頭 玩捉衣欣 幾個跑 跑跑跑跑跑 那些 舊式的屋邨 很流行就是一條走廊之後 就會有個圓關 總之一個地方是刺了出來的 四方方的 接著另一座 接著另一座 小朋友玩跑跑跑跑跑 過了第一個圓關位 再跑第二座走廊 接著去到第二個圓關位 又看到 同一個婆婆 同一個婆婆 站在那裡 媽媽的 最初不為意 後來就 玩到這麼高興就問 你們剛才看到 看見同一個婆婆 站在兩個圓關位 幾個小朋友都 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 後來就回去 跟家人說 後來就知道 原來有個婆婆 住在旁邊 離開了 真的 這個婆婆是不認識的 你不認識的 我不認識的 是 那時候 都很小 是 這些 入門 這些鬼故 就是 剛剛 見到 婆婆出現的 這些 經常都聽到 是 但是 剛才我們談談 遲雲山 有一個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我去過 不知道一次還是兩次 叫做遲雲 原國 這個地方 跟你有什麼關係 這個地方 因為以前我爺爺 在朝人角 都擔任職位 我們都會去 大事大節 魚蘭節 我們都會去幫忙派米 試過有一次派米 小時候覺得很奇怪 排隊派米 很正常 奇怪的是什麼 奇怪的是 你看到一些 裸米的婆婆公公 旁邊 好像多了一個人 一起排隊 黏住 黏住 不是後面排隊的那個 不是 就是他隔離 三位 黏住 多一個 是啊 小時候 不知道什麼事 覺得這麼多人 也是 又跟家人說 說完之後 原來 已經看到一些 不應該看到的東西 為什麼 不是真的 後面排隊的那個 不是 是什麼 是一個 一個人 一個靈體 應該是靈體的東西 黏住 公公婆婆 這麼恐怖 不是這樣 趴在那裡 不是趴在那裡 跟著後面 好像排隊黏得很近 肩膀摺肩膀 即是你親眼看到一個這樣的景象 是的 那就是個個黏住 還是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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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住那個 又不會伸手拿米 不會的 沒有的 就是跟著他 跟著他 那些樣子是怎樣的 是暗藝製製 還是 是外暗藝製製的 即是很沒精神 不是說 你看到 看得到我 我看得到你 那有多少個 當是100個公公婆婆 來排隊的時候 有多少個 你看到旁邊有 如果100個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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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死了 那隻牛好像已經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會哭 傳聞就是這樣的 一直在朝雲角 那裡應該也有骨灰坑位 那裡有坑位 會不會就是公公婆婆的親人 都有機會 因為那裡的坑位也有很多 很多 你現在是爺爺還是阿公 爺爺也撞在那裡 也是放在那裡 也是放在那裡 因為他本身在那裡做一些職位 沒錯 那當時有沒有說這隻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親身見過這隻牛 有 他們怎樣處理它 或者怎樣覺得它是零牛 有沒有聽阿爺說的 在歷史上的事 我聽過他們說這隻牛本身在逃房 是 是 他就流眼淚 是 他就哭了那隻牛 之後就 一些叫做 嗯 怎樣說呢 是 即是覺得它有零性 沒錯 沒錯 就帶了它回來 對 好像還有一隻牛的紀念 有些照片嗎 還是怎樣 它有一個 一個位置 一個位置 然後有一個雕像 就是紀念一隻牛的 沒錯 好 剛才說過 就算阿爺現在離開了 但也好像有些古怪的事情發生過 是的 一次報夢 阿爺就報夢 他離開了一個天 第二天 我就發夢見到阿爺 很有趣的 夢境就在自己家裡 然後有人敲門 打開門 看到阿爺站在門口 阿爺又沒有表情 他就看一看自己的腳 然後我又看一看 發現沒有一隻右腳鞋 即是右腳沒有一隻 只剩一隻 只剩一隻 之後我就跟我家人說 原來有機會 臨時燒東西給阿爺 就燒漏了一隻 蛤 或者是掉了一隻 或者燒不曬 燒不曬 因為有時候燒的時候 你太心急 整隻鞋還沒燒得曬 灰盡的時候 它就收不到 是的 後來通知家人 家人買一雙鞋 再燒給阿爺 即是他們相信 是的 他們相信 之後就沒有了 阿爺就沒有再報夢給我 沒有了 沒有了 燒完之後就沒有了 阿爺應該回來 看看 OK了 我現在收到了 通知聲 通知聲 有沒有現在都 經常回去拜阿爺 都會的 都會的 所以潮雲哥對你們來說 也挺有感受 也有紀念價值 有紀念價值 那裡還有沒有聽過 靈異事件 嗯 那邊也沒有了 沒有了 反而他自己很喜歡出去靈探嗎 有呀 小時候有的 讀書的時候也有 去過哪裡 去過船街 怎樣 原來你是去過南菇台 是的 去過南菇台 那時候讀書 我讀中華徐學院 波富林 一會兒他也可以說一下這間學校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是有一間叫中華廚學院 就是教學生做酒店的工作 酒店的工作 廚房的工作 在馬里院過一點 沒錯 我真的沒有聽過這間學校的鬼故 一會兒他可以說一下 都可以 你是哪個畢業 很久了 忘記了 看看有沒有師兄弟 師兄妹 待會回應一下 先說一下 去船街 那時候 放學 幾個同學 膽粗粗 四個男生 兩個女生 說 放學 不如去找些東西 逛逛逛逛逛逛 大家去找 不如試試去船街 那時候 已經荒廢了 封了沒有 還沒有封 還沒有封 大閘還是鎖住 但是沒有封 沒有封 沒有看見板 沒有板 現在沒有了 現在還有 他應該正在拆工程 當時怎樣 當時放學 四五點左右 幾個同學一起走 去船街 那裡的位置很可愛 是大赤路 樓梯 樓梯 然後 場面很高 我們幾個人去到 就去到 閘門鎖了 你又不能進去 在那裡找 在那裡找到 可以進去 走到房子 最旁邊 那裡是三波仔 那裡是三波仔 然後 大家在奧魯 在那裡找到 怎麼進去 在那裡 在那裡 那裡的樹蟲 就有個大叔 走下來 問我們 咦 小朋友 是不是想進去 那裡 我們當時都不以為意 大家也知道 那裡又不是說 沒有什麼人的 那裡 那裡是山坡 樹林 那裡 是啊 是啊 不以為那些大叔 可能是康奸 或者是陸宿者 類似 我們想找路進去 那大叔就跟我們說 我帶你們進去 咦 他有鑰匙嗎 不是 他帶我們這條路 就是在山坡 那裡走上去 然後有個位 剛剛 比那個圍牆 我們就在那裡拍進去 其實那裡 就有一棟灰色的 灰色兩層高的建築物 另外那邊就是紅色的 學校 不是學校 不是學校那邊 學校是在 右手那邊 就是在山坡那邊 他帶我們在那裡爬進去 路徑就是 在那裡爬進去就是二樓 那棟灰色建築物的二樓 那棟灰色的建築物不是屬於南貝泰的 屬於 都在圍牆裏面 都在圍牆裏面 但是跨過這棟灰色的建築物就可以進去 沒錯 我們就爬進去 在我們爬的途中 又很有趣 我們 見不到大叔 就是我們一邊走進去的時候 不是他帶你進去嗎 是啊 他叫我在那裡爬進去 你爬進去 但是他沒有爬進去 他見不到 我見不到他爬進去 我們爬進去 在二樓那裡 爬進去 他那裡有條樓梯 是的 我們爬進去之後 我們就發現 爬進去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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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上一條長樓梯 到那間屋的中心 即是大閘 那裡有花園 對 水池那裡 是的 當我們走到那裡的時候 我們想要入屋 但是又搞笑 入屋的時候 一進去 我們又看到那個大叔 他已經進去了嗎 他已經進去了 但在我們不知不覺的情況下 見到他進去了 那他是不是有另外的秘道進去呢 應該那裡也沒有 如果有秘道 我們應該走秘道 他點你 說那群傻子 行 可能一下子就輸了他 可能是這樣的 那個叔叔那怎麼辦 那個叔叔帶我們走 屋內 他通過街上帶你到處走嗎 他叫我們小心點 走這邊 我們打算上二樓 那裡有些木樓梯 打算上二樓的時候 第一條樓梯很危險 一踩上去就叫聲 我們打算上去的時候 我們聽到上面有跑步聲 就是有人在那裡跑過 之後我們就停止了 當時幾點 當時都差不多五點多鐘 差不多六點太陽樂山了 差不多一入黑 對 差不多一入黑 又不是很害怕嗎 就算聽到上面的聲音 少少少 那可能有其他人 應該不會有人在裡面 那裡 對嗎 對 好了 那之後上去 上去我們又找不到 找不到有人 上面有幾間房間 都是吉的 之後我們又發現 又不見了叔叔 又不出現嗎 又沒有出現 其實當時你幾人 四個男生兩個女生 OK 對 好 不知道他又躲在那裡 對 又不知道他躲在那裡 到最後走完之後 隔壁在學校 對 正如期 對 我們因為入黑了 而且那間學校真的挺恐怖的 因為那間屋 藍庫台那裡 正經黏著那間學校 後來沒有去那間學校 就打算離開 然後沿路走出去 到走的時候 就沿路山坡 走下去 即是那條路 爬進來那條路 然後叔叔在我們後面又出現了 究竟叔叔有沒有一直沿路跟著你們 你不覺得 應該不會 我們這麼多人 我們六個人 應該是看完的 應該是看完的 你現在懷疑叔叔是 我現在回想就是懷疑叔叔 應該去完之後 我們已經在想 為什麼會有個叔叔 在帶人進去 你明白嗎 又不是收你的錢 又不是收錢 是啊 那是什麼樣子 老人家 平時你在公園那裡 真的六七十歲 那些叔叔 什麼服飾 都是襯衣 灰色西褲 說話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沒有說他的樣子很恐怖 沒有的 沒有的 是他的樣子 又說阿伯帶了你進去 然後又 事件事不見 是啊 事件事不見 那你現在懷疑他是鬼 是啊 其實之後我也有懷疑 為什麼會這樣 又為什麼會有個叔叔 我們這麼多人 經常都數著人頭 進去這些地方 但是經常又不見了 不過呢 我不知道一些時序 我忘記你說 那個年代是什麼年代 你記得現在 03年 03年 因為我記得 在藍古台後面的草叢位 樹叢位 曾經有人吊頸 出過一宗新聞 不是吧 我現在試試 找Eric幫我查一下 藍古台 藍士吊頸 看看能不能找到 因為我記得我跟秀萍姐聊過 因為彎仔鬼故之母 他說是呀 那個人吊頸 是死了的 但是他釣那棵樹 其實他說 應該很難釣到的 因為那棵樹不是那麼粗 那些枝葉不是那麼粗 但是也是有個人事 在他釣頸死了 是啊 有嗎 好 先看一段新聞 先看看時序 如果它是發生在你們之前的 可能就是他 可能就是他帶你進去的 好了 會不會是這樣的 看看 不用怕 嚇死了 不用怕 是2008年的事 你是2003年 你肯定是2003年 肯定 因為我們去完之後 有另一宗新聞 又出來了 我記得了 那件事還真的 是啊 就是有一班男女學生 是啊 經過那裡 就是精神失常 那件事大家應該記得 就是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是啊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的話 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了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務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